台南一名42岁男子在日前骑U-Bike 由于不小心自摔造成左肩骨折 而事后他的医疗费用就花了十多万 原本以为是可以获得求偿的 但后来才发现 由于他当时加入U-Bike会员的当下 并没有勾选公共自行车伤害险 因此是拿不到理赔 租借U-Bike不论是在市区畅游还是带步移动 对民众来说相当方便 但在台南却有男子发生意外 因为没勾选保险无法理赔 租借U-Bike意外的跌倒 他的手骨也断掉了 求偿无门 台南一名42岁男子日前骑乘U-Bike 由于不慎自摔造成左肩骨折 事后他医疗费花了十多万 本以为能获得求偿 但后来才知道 由于男子加入U-Bike会员当下 并未勾选加入公共自行车伤害险 因此一毛钱理赔都拿不到 真的没有注意到上面有这个选项 真的大家都不知道 实际询问民众 许多人疑问三不知 据了解台南微校单车 目前站点设置443站 实用人士突破418万 但仍有民众不知道 个人伤害保险 必须由骑乘民众 透过APP或官网登入 各自投保才能生效 使用者没有完成这个投保的程序的话 那可能在意外发生的时候 就不能来申请理赔 除了加强宣导 乔中局表示 台南市公共自行车 提供公共意外责任险200万 以及个人伤害保险100万的保障 另外正严议采购第三人责任保险 但仍提醒民众 租用U-Bike钱 还是得仔细确认 倘若碰上意外 才不会秋长无门 记得台南送吧 感谢观看